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再度欢迎我们保险界的权威 赵世文Simon Simon你好 你好 讲到这个报税 大家可能已经在身边的朋友里面 已经察觉到 现在国税局查税也很厉害 所以说要在lower自己的AGI的时候 一定要在合法 合情 合理 要先合法 然后合理 然后再合情 那么我们不如请Simon来告诉我们一下 如果一个家庭of one or two or three的话 income大概是在多少钱的range之内 才复合Obamacare 对 如果家庭是一位single individual的话 一定要在四万六以下 才符合条件领导补助 如果是一个家庭是两位 family of two的话 一定要在六万二以下 才符合补助 那family of three 一个单两个小孩 或者是两个单一个小孩 does matter 反正是family of three 报税资格的话呢 您的收入必须要在六万二 I'm sorry 六万二是刚才所讲的两个人 三个是七万八 七万八 四个人就九万四 OK 九万四 so 在这个range以下的话呢 您才符合补助领到 我们是帮您大家安排 经过Cover California 去领到这个补助 您补贴保费的部分 那如果超越这些数字的话呢 我们就称为 你是不qualify for subsidy 不符合领导补助的因素呢 就自己要自费去买保险 所以自费买保险 我们叫做private market off exchange the insurance program 那有很多当然跟以前一样 有Blue Cross Blue Shield Health NetSignal Kaiser CCHP 所有这种类的外面的market 我们都有 而且是24 hour online 在我们网站上 您都可以自己搜寻 自己报价 马上可以投保 那首席时间 只需要online申请 十分钟搞定 所以这些人士的话 如果income超于补助范围的话 根本就不用再算 或者不用 因为如果你一个人收入 是十万块的话 那肯定 你要自己去付钱 去买保险了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 尽快来安排妥当 否则 你就会面临这个罚款 再提醒大家一下 很多人以为罚款是95块 很多人都是以为 不是吗 不是95块 是1%of family income 哎呀 1%of family income 大家看清楚 听清楚 因为不止于95块钱 如果是1%更多的话 政府就要收你1% 在你税表上收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 misunderstanding 很多人都以为 95块 95块不是什么钱 我就付了这个罚款 就算了 不买保险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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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1%of your income 大家千万要注意 自从大家要推行这个 Obamacare的健康保险reform之后呢 政府配合国税局 绝对对于罚款是不手软的 他一定会罚 并且罚你再不付 他又有interest 又有 penalty 继续加下去的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尽快不要等 no more waiting last 30 days 马上take action 跟我们联络 因为我们appointment 已经拨了满满了 so 4个office 我们4个office 基本上都排满了appointment 请大家马上 勇约的跟我们预约 appointment 然后appointment 之前的一两天 把所有我刚才所讲的文件 准备好 先准备好 再带一张支票簿啦 对吧 对没错 好 那即使是自己觉得 非常comfortable 可以上网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可以说search help near you 也可以circle Simon True的名字 这样就确保自己的agent 已经有权威在帮我们的忙了 以后如果在健康保险方面 claim等等 任何的方面有问题 都可以请Simon来继续帮我们的忙 对 好 那现在就讲到 到底这个付税是一个大问题吗 tax and dex 是人生的最大的两件事情 tax有三种 一个是tax now 现在赚的钱马上就要付税 对 一个是tax later 可以延税的 对 另外一个就是tax never 有这么好的事 对 不用付税的 没错 我们来听听看 Simon来给我们解释 对了 说三种类 而且在讲这个之前呢 我们刚才都有讲到说 每一个人 在人生过程里边 都不可缺四个 四个最重要的人物 在人生里边 哎呀 这四个 我记得爸爸以前也说过 他说 医生一定要有 对 律师一定要有 对 他只说了两个 还有两个是什么 说律师 医师 会计师 因为我们刚才说讲嘛 税务 离不开税务 那第四个 就是理财师 理财师 你不能够赚钱 而且不理财 你要赚钱 又要理财 又要规划 所以你四个最重要的人物 在人生里边 是不可缺的 所以我们要交你这个朋友 对了 对了 那你这四个好朋友 已经交上了吗 如果没的话 I'm available 是 所以OK 现在我们回到那个正题了 基本上税务方面呢 就是讲到 tax now tax later or tax never OK 所以我如果给大家三个选择的话 大家会选什么 tax now 就是现在你所赚的每一分钱 每一块钱 你都要上税 那通常这些理财的工具是什么呢 比如说 您现在的money market 你的stock interest 对 interest 是 bond proceeds mutual fund 是 dividend 没错了 所有这些都是属于tax now 因为他们都会发1099给自己 年底 年底的时候 你都要申报 所有这些 走不了的 OK tax later 就是说 你现在赚到这笔钱 可以晚一点才上税 晚一点的时候 不是不上税 要晚一点上税 OK a little delay OK so delay的因素呢 就是because 这些component 这些计划 本身 有这个延税的功能 OK 那就是讲到 您的retirement Ira OK 401k pension 403b 甚至我们有些计划 叫做section 79 OK 所以这些section 79 都是一个IAS的扣 允许小型雇主 合法 合理 去延税 延税 延税 所以这个是 讲到tax later 那tax later 有什么好处呢 您现在可以keep住这笔钱 在你的口袋里面 你保持 你管理 你自己投资 whatever you decide to manipulate with that money 你的growth 是tax deferred以后才上税 so大家从这个角度去看呢 都猜以后退休的时候 收入可能降低 tax bracket也许会低一点 但是大家没想到 what if我们这个税率涨高 okay tax rate 非常可能哦 没错 because你知道美国这个deficit 这么大的话 how do you fill the hole how do you fill the gap okay 只能够eventually over time 我们的tax rate 会increase so by that time 你退休的时候 虽然你是延税 but如果税率涨高的话 你那个数算起来 也跟现在上税差不多 怎么办 exactly 这两个都不是很完善的理财 都是也有隐忧的 yeah so tax now tax later or tax never I'll choose the number three exactly 每个人都会这样讲 每个人都会这样选 但是实际上 有多少我们的观众呢 you'll take action 这个很关键 大家都不想上税 谁愿意上税 because这个钱是属于大家的 为什么你要把口袋里面钱 要交给政府 让IRS变成我们的 lifetime的partner yeah 而且你有没有收到 IRS给您一个通知说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paying tax this year no 他从来不谢谢我们 没错 你付一百万的税 你付十个一百万的税 政府都不会说 thank you very much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关键的一个 一个讲法 so tax never how do you do it how do you do it 我们leave on this note 先进一段广告 休息一下马上完完整整的 再告诉您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